洛基竟然被一个小孩制服了 这个小孩还大言不惭说自己杀了雷神索尔 紧跟上级 洛基被删除后 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去 年前还出现了几个其妆一副的家伙 他们并不是其他人 而是来自不同宇宙的洛基 有老连洛基 少连洛基 黑洛基 甚至还有一只鳄鱼洛基 小洛基告诉他 这里是时间的镜头虚无之地 也是洛基们最后的归宿 被使管局删除的人都会被传送到这里 这里还住着一只 可怕的剧情怪物埃里奥斯 他也吞噬被传送到这里的人威士 最后几人带着洛基来到了一处避难所 而就在这旁边 竟然还有雷神之锤 以及被屏装了索尔 这十几个洛基聊起了自己的经历 黑洛基说他不仅击败了美队和钢铁侠 而且他还会唱跳让扑打篮球 鳄鱼听后很不服气 你唱跳让扑打篮球有我厉害吗 于是两人就干了起来 老洛基健壮一把将恶鱼扔回洗脚盆里 然后端起酒杯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老洛基在灭霸攻打阿斯加德飞船时 利用幻想完美地骗过了灭霸 之后他便远离所有人 独自一人在宇宙游荡 与此同时 在使管局英语洛基·希尔维 从法官口中得知洛基并没有死 而是被传送到了虚无之地 突然一群时间卫士冲了进来 希尔维抢迫传送器迅速躲到了桌后 经过一番思考 他决定寻找洛基 于是希尔维毫不犹豫地删除了自己 醒来后他成功来到了虚无之地 可刚刚站起身 就遭到了埃里奥斯的袭击 希尔维把腿就跑 这时无意间的一次触碰 他通过附身隐约看到了一座城堡 正当要被埃里奥斯追上的时候 一样小车向他驶来 不管37218 希尔维一个箭步就上了车 来人正是之前被删除的老末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躲避 希尔维表示想要离开这里 就必须找到幕后黑手 而答案就在埃里奥斯身上 老末听后没有丝毫犹豫 一把方向调转了车头 另一边 洛基经过休息后 他决定出去寻找回到市管局的方法 因为希尔维还需要他的帮助 他说服众人一起去干掉埃里奥斯 然后离开这里 但他的一番言论 却引起了其他洛基的一阵嘲笑 高傲的洛基当然不会求人帮忙 于是他打算孤身一人前去 然而刚一打开警干 他就直接傻眼了 啊 hello which one of us are you this is a nightmare